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丝峰和朱西迪又好像找到一个很大的资料 说警方连同飞行服务队 当日十二门徒出事的时候 就说是警方安排的 配合飞行服务队 令到十二送中的门徒出了中国海域 就会被中国海警抓住了 所以今天他们特意去了飞行服务队的总部 连同十二门徒的家长去那里抗议 当然啦 你就算去那里抗议也好 香港是没权叫中国放回你那十二门徒的嘛 所以他们又是拿声音 又是被人看到他们是叫做声音 那你们看到他们呢 十二门徒的家长去到那里人多呢 又被警方又限聚令的因由又票控啦 所以他们带他们出来呢 都是做一些违法的行为 令到呢 我觉得现在的黄之锋 人呢因为没有了方向 又搞不到一些真是叛国的行为 以前他是做小汉奸出名的嘛 现在呢他就做不了了 结果呢他要拿一些不同的loise 证明他自己存在的价值 因为呢 为什么呢 近日呢他给我们的午餐仔 午餐哥 抢了风头 日日午餐仔呢 就去不同的地方呢 搞他的那些和理午餐 和理闲啊 和理闲啊 和理去警总那里 递这个请愿讯啊 所以现在的 午餐仔呢 这段时间就太过hit 他又看不过眼 昨天他都说过午餐仔啦 所以午餐仔 现在今天上法庭的新闻又 专注了去到 所以啊 黄之锋都忍不住再要搞新闻出来啦 那午餐仔今天大家看到我 就跟他去对谈啦 那我觉得他呢 这段时间呢 对警察的印象呢 都好了一点的 还有呢 他帮了我们南兵手呢 就分化了那些勇武的那些 现在所以很多勇武的那些 奋唱呢就过来追击他啦 因为好厉害他 因为太出位了 同啊 同啊 黄之锋一样的心态的 那些勇武派呢 都好厉害他抢了这架 就是他现在代表了整个 整个抗争的阵营 那些勇武的那些 你知道啦 他们又说被人逮捕了十几年那些 很惨的嘛 你又不认识他 怕他又付出那么多 那现在就被小勇武的 拿光环的那样 所以小勇武今天我看到他很惨 他爸爸在旁边 他都乖了很多 他都不敢胡说 只是有一帮 他叫一些 星级抗争团啦 他那些 过来帮他啦 你今天见到有个 有个妻子呢 不断追着 阿曼哥去问 那个妻子的思维呢 我连回答他都免了 那些这样的思维 那些那么水准 你说97年之前 没有打人 什么时候都有 那些不是 就是我会说 有好有不好 但是那时候呢 97年前呢 未回归中英年代那时候呢 六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警察 更夸张 更打得很厉害 不过那时候 没有现在那么先进 没有现在那么多镜头拍着 所以那时候很多东西呢 没有现在是最文明的了 被你拍着了 被你看到了 以前那些看不到的 那些怎么算呀 所以这些妻子呢 被人洗脑洗脑呢 个人呢 都忽忽地的 这些跟他谈的 都侮辱自己的智商 他还说呢 什么什么 现在买不到楼 买不到楼 由八十年代九十年 到二千年 到现在都买不到的啦 你不要说一出来读完书 又买到楼啦 浪费啦 所以你跟这些这样的智商的人呢 沟通是无谓的 午餐可以慢慢去 教导一下他 因为现在他的 立场就挺和理非的 总之 你不要走出来破坏香港 煽动一些人 走出来破坏这里的秩序 你普通去 合法的游行示威没有问题的 去请愿也没有问题的 那么 那现在就再看回一些 今天另外的一些精华片段啦 好 去片 好 什么时候再上发庭呀 那个是不是你爸爸呀 那个是不是你爸爸呀 不搞不搞 我妈爸爸会不会看你呢 喂 不如说一下吧 你爸爸知不支持你呀 知不支持又要跟你交代呢 不是 我就我看你爸爸知不支持你 全香港人都支持他 对呀 对呀 我们支持David 只是不支持大波man 喂 David 我支持你呀 最近你分化手足做得非常之好 一次都没有分化 是你你蓝丝分化 是你蓝丝分化而已 谢谢你 今天不穿蓝丝吗 你算了吧 那些是你的人而已呀 不是啦 他是蓝丝而已呀 真的是我的人 真的是我的人 喂 说到这些人 如果手足 对呀 不要做修了 今天呢 李郭永先生呢 刚才你和他一部电梯 真的是想吐饭 做得是非常之好的 是的 他今天呢 真的是 下次何时再上法庭呀 可能你说 10月2月16号 11月2月16号 他说正义上法庭的 有什么问题呀 正义上法庭 多谢你帮我们和理 他帮所有香港的年轻人 不犯法就行的了 不犯法就行的了 空者牛肉饭呀 去警察总部那里 吃空空者牛肉饭呀 警察都是有好人的 不是全部坏人的 你没有资格呀 正如去李斌馆 有警察和你担姐呢 这些都是好警察 刚才还和他 想吐饭呀 真是 去执法的 一些坏的份子呢 是要拘捕 就算警察 警察不同了的啦 97前的警察和现在的警察 是两样东西来的 警察的手质也都是 警察的手质已经完全不同了 所有人犯法都被人拘捕 97前的警察和97后的警察是不同的 我还没有这个机会 是啦 那现在整个 未来不会有 整个香港的法治都已经改了了 不要再讲警察了 是真是 服劝你一句的 支持正义是对的 没办法是对的 也都叫那些手足没办法是对的 希望你放下涂刀立地成罚啦 大波man 放下涂刀立地成罚啦 大波man 今天全日很多年轻人 二十几岁进去上庭呀 今天有好多个二十几岁的上庭呀 大波man 西藏都OK的 告你呀 别让你吵呀 我没有和你做啊 我没有和你做啊 聊聊聊的 他们为什麽啊 反复 我看着你入法庭 看着你出法庭的 所以 我都是和你一夹热热 看着你上去 看着你上去 看着你下来的 就OK的了 慢慢食欲 慢慢习惯 你说啊 你说八十几岁 我觉得你OK的 香港五十年不变都没有了啦 大波man 香港五十年不变都没有了啦 那天是 你还没人看着 放下涂刀立地成罚啦 你什么要跟你说啊 我跟你说啊 不要搞那封法在这里 我知道你做事了 放下涂刀 今天传认很多年轻人上去开庭 你放下涂刀立地成罚啦 大波man 给那些人去 那些人来的 五十年不变都没有了啦 警察呢 警察已经 警察已经没有了九七年的 警察守旨的啦 九七前有没有警察这样打年轻人啦 我那些人不穿黑色衣服的 不戴口罩就不会蒙面的 九七前有没有警察打年轻人啦 有没有啊 什么法例都变了啦 你拿个良心出来啦 大波man 加油啦 加油啦 继续 你拿个良心出来啦 那天全日啦 有几十个 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想你上庭呀 看你法官会怎么判 无端端整个送终法啦 无端端整个送终法啦 可能有些案件会上法庭啦 你醒了啦 等着的时间呢 你醒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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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至你的法官真的可以判你入狱 或者入这个懲教署啦 你醒了啦大波man 香港的年轻人是未来香港的动良啦 大波man 你醒了啦 今天有几十个年轻人上庭呀 上去跳啦 快点去掉了啦 无端端整个送终法啦 今天爸爸回家啦 你拿个良心出来啦 你自己都有子女的 你自己家人担心啦 你自己做孝顺仔啦 你自己都有子女的大波man 他们为了你呢 就整天担心你 你自己都有子女的大波man 自己想想 自己想想啦 自己想想啦 九七前的警察是不会打人的 大波man 你知不知呀 现在 九七前没有 九七前没有六七个警察 我来那一阵呢 真是很不幸的啦 我搭升终法那一阵呢 大波man 一个女人就跟我一辆升终法啦 我没理由 我等了这么久 我为了他 我移串第二部升终法啦 那我唯有没办法啦 那我唯有就照进去啦 那就差点吐饭那样啦 那我心想一会儿 他会不会又走出来搞事呢 那怎知啊 David呢 他上完课之后啦 那也都很幸运啦 平安无事的 压后了一个月啦 那这样就 跟着然后我们的记者访问完之后呢 大波man 又是一个这样的丑角走出来啦 那我一次呢 其实呢 在一些重要的商场啦 或者什么啦 有些抗争运动啦 那为什么他会出现呢 我留意了很久的啦 外面好晒了 所以我站在个巴士站避一避晒 那他通常会出现的原因呢就是呢 想驱赶一些示威者啦 或者是一些记者啦 驱赶他那些地方啦 那他就成功这次呢 又驱赶了一帮记者呢 就出了法庭过了马路的 然后呢我就撑他不顺啦 我一定是窮追猛打啊 请他拿个良心出来啦 不要整天 就是整天是这么 怎样说呢 就是那老 就是那老整天打算为那些学生在那里搞事 搞什么事呢 如果不是那些学生这样走出来 反修例 就是反这个反送中 说真的今天的送中条例还在这儿 那究竟你们那些蓝丝有没有着数呢 是不是先 那对香港人有没有着数呢 那大家如果想看回我和大波man的对话呢 那大家可以看回暗脚宝宝的专业啦 可以看回我怎么去追着大波man 不断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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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不是骂他的 不断骂他 跟他讲道理 讲着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受到什么打压 香港有什么转变 我真是顶他不顺 他还好像睡着睡觉 多谢大家继续支持雷霆战虎man哥频道 请大家多多支持 多谢 多谢大家 多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